老公有个深爱过的前女友 女孩结婚前夜 开了一夜车 将自己送给她 只为向她的青春告别 被我发现后 老公求我别曝光 不然她的人生就全毁了 我在某红书上 刷到一段感天动地的 第一爱情故事 一个叫姗姗来迟的博主 分享她与前男友相恋的六年 他们的曾经 就像偶像剧照进现实 她是长得帅 家是好的学霸 她是相貌普通 家是平平的学渣 但这一点都不妨碍 她爱她 她为她打架逃课 为她改高考志愿 为她做尽一切疯狂的事 但故事的最后 他们还是因为 她妈妈的极力反对 而分开了 分手后 两人分隔两地 删除所有联系方式 彼此再无联系 可女孩却一直无法走出来 原本 她打算独身一辈子 因为见识过爱情最绚烂的模样 所以再也无法将就 但随着她年纪渐长 她的父母越来越担心她的未来 今年 她的妈妈得了癌症 临终之前 最大的愿望是看她成家 她无法辜负妈妈的期望 不得不随便找一个人嫁了 三天之后 她即将成为另一个男人的新娘 思来想去 她决定最后疯狂一次 她开了一天一夜的车 穿越大半个中国 来到前男友所在的城市 想要见她 她穿着他们恋爱时的情侣衣 扎着她最爱的丸子头 给她打了电话 我只想最后看她一眼 抱她一下 算是跟我的青春正式告别 多么感人至深的爱情 如果男主绝不是我老公的话 对我来说 今天原本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我检查出了怀孕 我和何超远结婚三年 因为我想拼事业 所以没有要孩子 何超远一直很尊重我的想法 可是三个多月前 她过生日的时候 她突然很认真的跟我许愿说 她想要一个孩子 她说她已经32岁了 也算事业有成 不管是从心智 还是从经济的角度 她都完全有能力 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我会尽心尽力地去做一个好爸爸 把我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的爱 全都补给咱们的宝宝 我希望她不必背负任何期待 可以自由自在地成长 我想看着小小的她长大 就像看着我自己 重新长大一遍一样 平平 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 漆黑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眼神里翻涌着渴望与深情 我的心像是被一张大网缠住 又酥又麻 还有一些疼 何超远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 因为她爸爸的缺位 妈妈对她格外严厉 母子关系一向淡薄 所以当她说 她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我很难不动容 况且我也马上三十岁了 事业基本稳定下来 是时候要一个孩子了 从那天起 我们就开始积极备孕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彼此能感到 我们渴望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因此 我在医院一拿到结果 就迫不及待地跟何超远说 晚上一定早点回家 我有一个惊喜要告诉她 她很快回了一个好的 下一秒 她又追着问我 是不是我想的那种惊喜 我告诉她 保密 她回了我一个烟花爆炸的表情 显然 她对我说的这份惊喜 已经心知肚明 惊喜被猜中 我虽略感遗憾 但反过来想 这也充分说明 她跟我一样 心心念念地渴望着这个孩子的到来 我正是怀着这样愉悦的心情 回到家里 然后我便接到了何超远打来的电话 她非常抱歉地说 公司有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需要她亲自去处理 可能要在外地待几天 她的声音听上去满是愧疚 她是公司的创始人 虽然行程总是排满 但这样突然要出差的情形 还是少之又少 我不已有她 只以为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 我甚至问她需不需要我帮她整理行李 送到公司去 她的声音一顿 很快说 不用 我办公室有备用的出差用品 再说 天气这么热 你还是好好待在家里 等我回来 怪 最后一个字 她的嗓音压低 一股奇异的电流 顺着听筒传过来 我莫名便感到脸热 我跟何超远相恋一年 结婚三年 这还是她第一次如此亲密地唤我 刚认识的时候 她喊我林小姐 确定恋爱关系 包括结婚之后 她一直都喊我平平 我也一度遗憾 我们之间 从没有像别的情侣那样 有对彼此的爱称 但联想到何超远 那永远版正思老干部的个性 我便也释然了 我看中她磐石一样的品性 远就不该奢望 她能有火山一样炽热的温度 我是一个懂得吸服的人 既要又要 不是我的风格 但现在 眼看着何超远这杯恒温的水 似乎也有为我燃肺的迹象 我不可能不开心 所以 即使何超远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 跟我庆祝肚子里的小生命 我也并没有往别的地方想 我甚至还美美地 为自己做了一顿健康餐 饭后 百无聊赖的时间里 我刷到了上面那个帖子 那个女孩配图地点 正是我老公公司楼下 到这时 我还没有往我老公身上想 我只是觉得 吃瓜吃到了自己身边 甚至想把这个帖子 分享给我老公 让他留意公司楼下的瓜田 但很快 我刷到了第二张图 女孩分享了一张半身自拍 她穿着一件胸前 有小熊图案的T恤 配文是 当年高中艺术节 我们搬出了个小品节目 老师让我俩扮演情侣 这是当年用班费买的演出服 情侣装 那时候 我虽然喜欢她 但并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我 所以 穿上这件衣服 跟她面对面 都不敢看她眼睛 后来 我俩在一起后 她跟我说 她和我一样 也不敢看我的眼睛 这件衣服 我保留到现在 也许 今天是最后一次穿了 虽然 她把脸挡住了 但照片上那件衣服 我一眼就认出 我见过 确切地说 这件 有小熊图案的蓝色上衣 我在我老公的衣橱里见过 我印象中的老公 一直是一个 即使闲暇时 也会穿得很板正的精英男 所以当初 我见到这件小熊衣服的时候 觉得很惊奇 我问她 你竟然还有这么可爱的衣服 看不出来啊 但是老公 很快就把那件衣服拿走了 她说 那是她表直的 以前她总住我家 回头我拿给她 她表情很自然 我自然也就没再多问 不过我很肯定 那一次之后 我再也没在我们的家里 见过那件衣服 此刻 手机屏幕里的 和曾经我老公衣柜里的 两只一模一样的小熊 仿佛在嘲笑我是个天大的傻瓜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 就摸向了小腹 那一瞬间 我突然就明白了很多事 比如 何超远 为什么对我永远都那么温柔笃定 我认识她四年 从她追我的那天起 她就像一个成熟稳重的超独立个体 她对我永远深适 永远彬彬有礼 她尊重我的喜好 接纳我的选择 也会记住每一个节日 纪念日 并贴心地送上礼物 但是 她不会用任何爱称称呼我 没有跟我穿过任何情侣山 甚至一起走在大街上 她也很少跟我手牵手 我抱怨的时候 她只是无奈地看着我 跟我说抱歉 她说 她的原生家庭 没有让她学会如何跟爱人相处 太亲密的关系 总是让我不舒服 她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迷茫 又饱含歉意 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的心几乎化了 于是再也不会要求她 做那些让她不舒服的事情 果然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让她不舒服的 不是亲密关系 而是我 可是 当年 明明是她先追的我呀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委屈与愤怒 几乎让我崩溃 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给何超远的助理 打了一个电话 我问她 何总离开公司了吗 她怎么现在还没到家 助理不已有她 公司到家的车程 怎么也要四十分钟 老板十分钟前才离开公司 您再等等 助理跟了何超远八年 算是最得力的左右手 如果她都不知道 何超远出差的事 那只能说明 她没出差 得到这个答案后 我如坠冰窖 人生头一次发现 我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 深呼吸后 我再次打开了女孩的社交账户 在她那张半身自拍图下 无数人在蹲后续 很多人在鼓励她 说看见她 就像看见在爱中无望的自己 多希望我也能跟你一样勇敢 也有人劝她 错过了的缘分 只能说明两个人不合适 一味沉溺过去 只会害了自己 人生要朝前看 你这样打扰前任的生活 对谁都不好 只有灵星的几个网友 斥责她的行为毫无三观 你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你对得起你未婚夫吗 但是这样灵星的评论 很快就淹没在一片心疼和尊重的回复中 她也没有想要干什么 只是去见一面也不行吗 她知道她不对 但是她没办法 她只是太爱那个男人了 我忍不住 颤抖着手在下面回复 她太爱了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另一个人吗 她考没考虑过前任的现任的感受 呵呵 她没办法 她没办法 当初怎么不殉情呢 许是我的发言太过激烈 引来了大家的口诛笔伐 大家让我做个人吧 嘴那么臭 会遭报应的 人家只是来见个面 又没做什么 怎么就打扰现任生活了 再说 博主也没说前任已经有现任了呀 你咋推测出来的 我忍了又忍 才没有打出那句 我就是那个现任 李智告诉我 不能打草惊蛇 如果一切是我想的那个模样 我便一定要让何超远付出应有的代价 不到十分钟 这个帖子下的留言已经达到两百多条 很快 她回复了大家 说两人已经见面 再见面真的是红卓颜 她也哭了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我的三观还是在线的 不会做任何伤害第三个人的事情 我们达成了一致 她陪我做完最后一件事情 我就回去了 今后 江湖永不再见 有网友问她 是什么事 她说 一个愿望 很快 她又发了一张图 图里是我家的车 和我老公开车的手 她配文说 她在开车 带我去坐摩天轮 我们俩第一次约会 就是她请我去坐摩天轮 我家庭条件不好 起初是觉得配不上她的 一直不敢答应她的表白 但那天 她带我去坐摩天轮 在摩天轮里 她第一次牵起我的手 让我看看天空的辽阔 看云朵的舒展 她说 她不一定能解决 我生活里的所有问题 但是她希望 至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完全自由的 我就是被这句话打动 和她在一起六年 她给了我她能给的最好的一切 跟她在一起的六年 是我人生最幸福的六年 她带我去过很多很多地方 我们一起跳伞 一起攀岩 一起潜水 胆小如我 只要她在身边 就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她家是优渥 却肯为我下厨 我生理期的时候 她甚至给我洗内裤 她总是跟我说 我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她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 所以即使后来分手 我也从没有怨恨过她 我只恨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她 无法跟她走到最后 真的很羡慕她的妻子 我看过她的履历 名校毕业 漂亮大方 事业有成 是我做梦 都想成为的模样 看见她 我会发现 原来自己连极度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 只有那么优秀的她 才配站在她身边呀 我什么都没有 只是有一些回忆了 网友们 被她的行文感动哭了 纷纷表示 她太苦太善良 我却只觉得愤怒 她不会觉得 我会因为她的肯定 而感激涕淋巴 一想到有一个人 像一只阴暗的臭虫一样 一直在偷窥我的生活 我就恶心到想吐 那么好的我 凭什么要做他们爱情的背景板 何超远是我的初恋 是她先追的我 这个垃圾 隐瞒了她的前史 单方面地让我成为她 伟大爱情的序章 那一瞬间 我想起了很多事 我和何超远 在一起的第一年 我约她去新开的游乐场玩 她当场就拒绝了 理由也很正常 那都是小孩子才去的地方 我不喜欢 我也喜欢潜水 攀岩 跳伞 但何超远 从不陪我做这些运动 我邀请她的时候 她只是笑笑说 她不喜欢 一起去旅游 她从不做攻略 她总是更倾向于 找一个度假中心 吃吃喝喝 享受闲暇 她说 她工作太累 闲暇的时候 就想彻底放松 她不要求我下厨 但自己也从来不下厨 她说 她不喜欢在厨房里的感觉 请我多淡淡 原来 她不是不喜欢 而只是我不配罢了 她将她全部的爱和热情 都给了前任 只给了我一具燃烧后的行尸走肉 可是 凭什么呢 我打定主意 婚是肯定要离的 证据我要拿到手 我们这个城市 只有一个游乐园 有摩天轮 我驱车去了那个游乐场 停车场里 果然找到了我老公的车 我将我的车停在了不远处 从停车场看过去 夕阳下的摩天轮 是如此为美 浪漫 都说 摩天轮是转向幸福的一角 可惜 这个幸福 韦时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给老公发了一条微信 我说 我的肚子有一些不舒服 问他能不能取消出差 这是 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他能给出我想要的答案 我想 我也愿意跟他好聚好散 但很可惜 我的微信 犹如石沉大海 直到日暮四合 我也没有得到回音 天光在我眼前 一寸寸变暗 我的心便一寸一寸冷硬下来 过了很久 何超远 与那个女人手牵手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了停车场 我打开事先准备的摄像机 开始录像 4K高清画质 与他们惊天地气鬼神的爱情 十分相配 他给那个女人开了车门 那个女人点脚在他的额头上 亲了一口 何超远身形一顿 似乎被这一文扰乱了心神 女人亲完就撤 扬起一个笑脸 挥手跟他说再见 然后转身便走 转身的那一刻 他分明泪流满面 何超远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 脸上浮现出我熟悉的那种迷茫与心碎 看得我想一拳挥到他脸上 很快 他不负我望得便追了上去 几番拉扯后 他终于拥抱住了他心爱的女人 然后像捧着什么西式珍宝一样 小心翼翼地吻了下去 看得出来他们俩都很投入 这一对苦命鸳鸯 在这一刻终于战胜了世俗的阻碍 战胜了内心的心魔 决定重新在一起 多么圆满的happy ending 我本以为这就是结束了 但并没有 这个漫长的吻结束之后 他将它塞进车里 开车走了 我踩了油门 跟了上去 原本我以为 他们是要找一家酒店 重温悦梦 但河超远 却把车开进了一个居民小区 这个小区 地段一般 楼龄也并不新 甚至不是封闭式的 我的车 跟着他们缓缓开进了小区 很快 他们将车停下 一起进了一个单元楼 我站在楼下 没多久 顶楼的灯亮了 情感叫嚣着 让我去破门 把那对狗男女堵在里头 一顿乱殴 但理智却让我思考 久别重逢后 河超远 为什么要把前女友 带到这个半心不救的居民楼里 凭本能 我觉得这个房子 肯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强迫自己冷静 我把地址发给闺蜜叶晴 让她赶紧过来 马上就要冰戎相见 我怕我一个人 不是他们俩的对手 叶晴问我 大晚上的你去那地干啥 总不是捉你家老河的肩吧 她开玩笑 我的眼泪便再也无法控制 瞬间汹涌而来 叶晴马上觉察到了我的不对 声音拔高了八度 靠 不是真被我说中了吧 我努力压抑着 自己声音中的哽咽之意 是 捉尖 你来不来 叶晴的声音 已经完全冷静下来 你就在那等着 千万别冲动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等我到了再说 挂断电话 我在昏暗的车子内嚎啕大哭 说不伤心 不委屈 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 六岁那年 我爸爸就因为出轨 跟我妈妈离婚了 十二岁的时候 我妈妈癌症去世 我变成了没有家的人 我一直渴望家庭的温暖 何超远 曾经让我以为 我遇见了爱情 她是我的初恋 我们相识于一个工作场合 她高大帅气 工作体面 追我的时候 也曾看上去像全心全意 她会在公司楼下等我两个小时 只为接我下班 会每天都送荷兰空运来的玫瑰到我公司 会在闲暇时 四处带我品尝城内美食 也会在我生理期的时候 悉心地为我准备热水 但如今 我终于明白 这些我曾经真知中知地爱我的细节 不过是她不走心地敷衍 她不该骗我的 我从来没有妄想过 用婚姻来交换什么利益 我学习刻苦 工作努力 一直以来都挪着一口气向上 只是为了不要落入跟我妈妈一样的境地 我希望我永远都可以主动做出选择 而不是像我妈妈一样被人选择 成年后 我第一次读到一生玄命这四个字 仿佛被什么击中了 将命悬在一根绳子上 扯着头发不至于下坠 仿佛痛也不重要了 要先活下来 我知道我身后无人可靠 所以一直都用一生玄命的态度去追求幸福 遇到何超远的时候 我甚至以为命运带我不薄 我的人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领证当天 我领着何超远在我妈妈坟前上香 还跟她说 妈妈 你可以放心了 我遇上了一生的幸福 何超远 亲手打碎了我对爱情和婚姻的向往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允许自己软弱 哭过这一场 我便要化身无坚不摧的女战士 夜情来的时候 我已经平复好了心情 我给她分享了姗姗来迟的社交账号 姗姗来迟自从上楼后 就再也没有更新过她的社交账户 但是 有什么意外呢 两个多年未见的前任 一起去了感情开始的场合 又一起回到了一个密闭空间 会发生什么 每一个成年人都心知肚明 夜情抱了抱我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可能都无法完全安慰你 但我还是要说 我一直都在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无条件支持你 我很不争气地又红了眼眶 同时心里无比庆幸 幸好 我还有朋友 老天待我到底还是不薄的 我跟夜情说了我的计划 我们俩便一起上了楼 我用这个地址叫了一个外卖 外卖小哥来的时候 我给了他200块钱小费 并且跟他说明了情况 让他无论如何 要把房门给我叫开 小哥很有正义感 也十分给力 他假借自己是居委会做房屋调查 很快叫开了门 何超远穿着那件小熊图案的情侣衣 站在门内 愕然看着我 夜情气势汹汹地撞开他 拉着我进了门 这是一个装修温馨 收拾干净 看上去便颇有烟火气息的房间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 便是餐桌旁边的那堵照片墙 墙上挂着的都是何超远 和一个女孩各种各样的照片 其中最显眼的一张是那个女孩穿着便装 头戴一顶简易的婚纱 正与何超远相视而笑 两人望向彼此眼中的 是浓得划不开的深情 我突然想起 刚跟何超远结婚的时候 我也想在家里弄一个照片墙 但是何超远却说吐气 跟家里的装修风格不相符 况且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拍照 他也的确很少拍照片 除了婚纱照和一些正式场合 他从不与我拍照 但是眼前的这堵照片墙上 他与他心爱的姑娘 恨不得吃个早餐 都要拍张照片记录一下 奇异的是 我现在仿佛已经不会心痛了 我只是觉得恶心 更恶心的是 卧室的大门敞开着 里面一片凌乱 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不可言说的 让人恶心的情欲的味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言而喻 我挖一声弯腰吐了出来 何超远脸色一变 就要扶我 我急忙退后 唯恐被他的脏手碰到 洗漱间传来水声 是谁在洗澡 显而易见 那个女生问 是谁啊 夜情二话不说 一脚踹开了洗漱间的门 姗姗来迟 惊声尖叫 夜情从进门起 就在录像 此时 他手里的手持摄像机 毫不客气地对在了他脸上 何总 玩得够花的呀 老婆刚检查出怀孕 你就在这金屋藏胶上了 何超远终于反应过来 伸手便去抢夜情的摄像机 我当然不会让他抢到 拉了他一把 他反手一推 我整个人便狠狠往地上灌去 头上传来尖锐的疼痛 我的头磕在了桌角上 我摸了一把 有血流下来 何超远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他忙着去取玉金 又把玉金裹在前女友身上 前女友花容失色 在他怀里哀哀哭泣 何超远脸色铁青 一边护着他怀里的宝贝 一边不忘斥责举着摄像机的夜情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这是私闯民宅 赶紧给我滚 否则就等着收我的律师函吧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 我爸和我妈离婚那会儿 我妈去捉我爸的间 我爸护着小三 硬是开车拖行了 我妈十几米 我跟在我妈身后 听着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 心如刀脚 那一刻我明白 车里坐着的那个男人 他不是我爸 他是个畜生 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化身烈焰 将世界烧个干净 我用了好多好多年 才将自己身上的毁灭欲平复下去 现在 他死灰复燃了 我抓起桌上的暖水壶 拧开盖 对着何超远泼过去 何超远像一只滑稽的猴子 嗷嗷乱叫 满屋乱窜 这才只是开始呢 我又顺手操起了投影仪的支架 横着扫出去 逮啥砸啥 砰 邦 啪 原木书架 北欧风桌边柜 水晶吊灯 连筒里面那些一看就充满回忆的背盘玩具 手办纪念品 稀里哗啦 倒了一片 碎了一地 我在这令人愉悦的交响曲中露出笑容 何超远痛心疾首地望着我 你疯了 你给我滚出去 三小姐裹着玉金哀嚎 你不要这样 这是我们的回忆啊 我对两人一笑 高高举起投影仪 追着他们跑 他们只好在满地狼藉的房间里 抱头鼠窜 叶琴一脚将何超远绊倒 我扑上去 对着他胯下就是一脚 何超远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这个声音好听 我喜欢 我揪着他的头发 狠狠扇下去 啪 啪 啪 真清脆 左边 再来一遍 等何超远胯下那个腾进过了 有力气反抗的时候 我已经左右开弓扇了他十几个巴掌 我的模样一定像个疯子 我在何超远的眼中看到了恐惧 三小姐在一旁哭得稀里哗啦 别打了 求求你 别打了 都是我的错 不关他的事 何超远连西地看着他 不关你的事 不是你的错 哼 真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大男人 他很快转向我 眼神里的厌恶不加掩饰 林萍萍 我以为你一向懂事手里 没想到私下竟然是这种泼妇 叶琴催了他一脸 一个出轨渣男 可别在这巴巴了 毛坑都比你干净 有什么脸指责别人不手里 何超远气的胸膛起伏 却没接夜情的茶 而是转向我 你是不是被他怂恿的 你要清醒一点 不要被他蛊惑 他自己不结婚 就看不惯你幸福 你有没有想过 像你今天这么闹 咱俩怎么收场 我气笑了 只恨自己眼瞎 早没看出来 这个男人这么跌 还TM怎么收场 当然是跟你离婚收场 你这个傻叉 我告诉他 我这两天会委托律师 你一份离婚协议给他 房子 车 存款 都归我 你公司的原始股 我不多要 一人一半 何超远冷笑 林萍萍 我凭什么给你 我收好摄像机 告诉他 当然是凭我手里的录像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这位前女友 她可是在结婚前夕 千里迢迢跑来睡你的 你说我把我这个视频 公布出去 丢人的是谁啊 你的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 出了这种丑闻 你觉得还能上市吗 跟公司未来的前景相比 我要的并不多 何超远勃然变色 怒斥我 没想到你 竟然是这样的败金女 我果然看错了你 我嗨嗨一乐 看错我没关系 现在正好及时修正这个错误 倒是你没看错你这位前女友 你那么爱她 你当初怎么不娶她 难道是嫌她学历低 嫌她长得丑 嫌她配不上你 仿佛被我戳中了 何超远与三小姐齐齐变色 三小姐几乎要跳脚 你闭嘴 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 凭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 近来这么久 我终于正眼望向三小姐 原本我并不打算为难她 毕竟她虽然贱 但更贱是男人 而且跟我建立契约关系的 也是男人 外面的识那么多 但如果男人不是狗 也舔不到嘴里去 我从始至终生气 愤怒的对象 都是我选的这个狗男人 但是三小姐非要上赶着来找骂 我也不介意辱骂她两句 我轻蔑地望着她 你千里送炮 将自己置身于如此可怜可悲的境地 你怎么不想想 如果这个男人真的爱你 他怎么不娶你 我不信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 还有人能因为啥外在原因 结不了婚的 他不娶你 只是因为她觉得你不配 可惜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三小姐被我当头暴击 却依然选择 将头埋在沙子里当傻鸟 她近乎执拗地吼我 你懂什么 也是 像你这样出身优渥 名校毕业 从出生起就站在罗马的人 又怎么知道 像我这样小人物的不得已 是 我今天做的事情 说出去不体面 但是我的爱情却是高贵的 至少比张口闭口 就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婚姻高贵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昭君不知会说 会姑不知春秋 我跟一个臭虫 讲什么道理 我笑了笑 是是是 我不懂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和 所死 千万别出来恶心别人 跟何超远和江珊珊分开后 叶晴问我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知道 她问的是 我想拿肚子里这个孩子怎么办 我摸了摸小腹 艰难却决绝 他的爸爸是个垃圾 如果我把他生下来 恐怕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只会觉得羞愧 成年人最大的自知之明 就是不要轻易 把一个生命 带到世上来 回家足足睡了一天后 我到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告诉我 这是一个发育非常健康的胚胎 问我是不是考虑清楚了 我说是 出了医院 我就接到了何超远的电话 但我没接 接下来的一周 他每天给我打无数个电话 我都没接 他能说什么呢 无非就是让我原谅他 说一堆没用的屁话 在托律师将离婚协议送给何超远后 我让医生给我安排了手术 做手术的当天 我让叶晴帮我找人 把何超远堵在小巷里暴揍了一顿 虽然我失去的 并不能通过打他一顿就要回来 但只要我疼 他就也别想舒服 也许是这顿打 让何超远意识到了什么 他居然打听到了我在哪家医院 他走进病房看我的时候 我刚刚手术完 从观察室被送到病房 也许是看上去并无大碍 何超远并没看出一样 他鼻青脸肿着 扑到我的床边 还生气呢 他的表情看得我想吐 我满头虚汗 只是问他 离婚协议你签字了没有 何超远试图来拉我的手 被我躲过去 他并不在意 继续演绎着他的深情 平平 我知道你还在为我那天的事情生气 但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气也该消了吧 我承认我对珊珊还有一些感情 但我也是很认真的对待我们的婚姻的 我从跟你结婚那天起 就没想过跟你离婚 我跟珊珊 不过事情难自已 我们两个都清楚 我们不会有以后了 那天 他说 他婚前 想最后来见我一面 我很难不感动 一时昏了头 做了一些昏馈的事 希望你能原谅我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心里没有一个过去呢 其实你就当不知道 这事也就过去了 可你却非要闹到所有人都下不来台的地步 何苦呢 我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咱们应该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我毕竟比你大 愿意真心实意地跟你道歉 你原谅我好吗 如果不是身体还不允许 我真想给他两个大笔豆 我冷冷看他 他浑然不觉 我真的就是鬼迷心窍了 这些天 我后悔极了 我不该不珍惜你对我的好 我也不该在你怀孕这么重要的时刻 做出这样的荒唐事 不过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跟江珊珊联系 我知道 你那天说的都是气话 你这么伤心 这么生气 说明你还是爱我的 对不对 果然 他的屁话和我预料得如出一辙 我懒得在听 只告诉他 孩子已经打了 刚才还在忏悔的何超远 一下变了脸 你怎么敢 你难道不知道 我有多期盼这个孩子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了以后 咱俩之间再无可能 他像电视剧里的傻叉男主 咆哮着 就这么点事 你为什么不愿意原谅我 是人都会犯错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忍忍 他抓住我的衣襟 大声质问我 因为激动 他脸色潮红 青筋暴露 十分可怕 我毫不怀疑 如果此刻不是在医院的病房里 他一定会打我 但是 我并不怕他 我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你这些令人作呕的恶臭发言 还是留着讲给你心爱的女人听吧 我不是捡垃圾的 我嫌你恶心 大概是第一次认清 自己是个垃圾的事实 和超远破防了 他对着我几乎跳脚 临平平 跟我离了婚 你以为你就会过得好了 我告诉你 跟我离婚 你就什么都没了 下一步 你打算去哪 你爸家 哈哈哈哈 恐怕你那个后妈 会在看你笑话 你就做吧 做到全世界都看你笑话 原本就元气大伤的我 真的被气炸了 我头一次意识到 何超远当初选择跟我结婚 背后是有着几层考虑的 第一 我的个人条件不错 长得不错 身材不错 学历不错 收入也不错 这意味着 带我出去 他有面子 第二 我的家庭条件 在外人看来 也很不错 虽然我爸妈离婚后 我跟了我妈 但我爸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权力部门一把手 大部分生意人都要卖他面子那种 这意味着 何超远出去谈事情 拉赞助 可以报我爸的姓名 第三 我爸和后妈又生了一个女儿 他和我不亲近 正是这份不亲近 让何超远不必对我爸多做什么 却又可以在外面借我爸的事拉投资 换句话说 何超远娶我 只会享受多重利益 不必履行任何义务 他能做出这些事 说出这种话 不过就是觉得我身后无人 他可以随意拿捏 可是他看错了我 尽管身心都极度苦痛 但我仍然故意斜着眼睛 看他 什么都没了的人 恐怕是你 既然你提到了我爸和我后妈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两人 这辈子只教会了我一件事 就是永远不要陷入 等待别人拯救的地步 我的声音并不大 但何超远还是被我震住了 我淡淡地笑着 从你背叛我的那一瞬间开始 我就已经想好了跟你离婚的全部计划 从现在开始 你就等着挨拔 何超远被气疯了 林萍萍 我真是错看了你 没想到 你这么公于心计 一早就盘算好要和我离婚分财产 原来何超远 只是担心我跟他离婚 是要分他的财产 怎么可能呢 马上 我当着他的面 拨通了江珊珊的电话 喂 江珊珊是吧 何超远来找我 求我不要离婚 我把录音发你听听 你来鉴别一下 你们伟大的爱情 到底算不算个屁 你放心 只要他把离婚协议签了 那这个垃圾 就送给你这个垃圾桶了 我按下发送件 给B美学当事人江珊珊 发了何超远 刚才跟我谈话的录音 见我如此操作 何超远震怒 他的拳头甚至握了起来 但我不怕 我笃定 在满是摄像头的病房里 他不敢发作 果然 他很快 被闻讯而来的叶晴和护士赶走了 何超远走后 叶晴心疼地哭了 我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说不难过 肯定是假的 但是成年人 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选错了丈夫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没有承认选错的勇气 还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我很幸运 我有重新选择的勇气和机会 何超远又来找过我几次 但都被叶晴骂了出去 最后一次 我直接告诉他 如果他不同意离婚 那就只能法院见了 我手里握着的证据 到底让他心存忌惮 很快 他便同意离婚了 我如愿分到了很多财产 包括但不限于 婚内的全部存款 何超远和我那个价值2000万的婚房 以及何超远在他们公司的三分之一股份 对了 何超远的那个爱潮 也是他婚后购买的 据说 那是他跟江珊珊曾经租过的房子 分手后 他一直舍不得退租 便一直交着租金 跟我结婚不久 为了方便祭奠他曾经的爱情 他直接买下了那个房子 感谢他的爱情 让我分割了半套房 何超远舍不得卖房 最终凑了一半的房款给我 从民政局领完离婚证出来 何超远恶狠狠地诅咒我 真怪我瞎了眼 跟你这么恶毒的女人结婚 我毫不生气 祝他与他心爱的女人早日结婚 百年好合 他的脸绿了 我真不明白 这不是他一直以来的心心念念吗 他有啥好生气的 我遵照离婚约定 删除了他和江珊珊的视频 这也是何超远同意离婚的条件 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只要不曝光他是渣男 他就还是他那家公司的CEO 以前的投资方和合作方 还会买他的账 换句话说 在事业上 他还是有未来的 只要事业不垮 重整旗鼓 于他只是时间问题 原本 我也想过要曝光那段视频 来一个鱼死网破 但冷静下来之后 我便意识到 我的人生很宝贵 不应该浪费在像何超远 这样的垃圾人身上 曝光视频 诚然可以让何超远 身败名裂 但同样的 我也会卷入是非的漩涡 况且 这段时间跟何超远接触下来 我也深深地感到 我当初对何超远的认识 太浅显了 我认识何超远的时候 他的事业已经开始起飞 人生处处是鲜花和掌声 即使这样 他仍然选择了我 这个对他最有利的对象结婚 而不是他所谓的 念念不忘的江珊珊 而我认识的何超远 也只是表面谦虚谨慎 彬彬有礼 自从他的丑事败露 我要跟他离婚开始 我便发现了 他谦谦君子外表下 掩盖的极度自私与自大 暴躁与狂利 出轨的是他 但他却觉得 做错事的 是揭露这一切的我 还有在医院 以为我没打孩子之前 他仍然试图欺我 瞒我哄弄我 得知我打了孩子之后 他的真实反应 更让我确信 他是一个变脸极快 且毫不掩饰的极端之人 即使不甘心 我也明白 我最好不要将他逼入绝境 逼狗入穷相 必遭反噬 对我来说 没必要 我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不能再跟臭虫搅和在一起 这个人伤害了我不假 但如果我活在对他的仇恨中 我将会继续被他左右 现在我要调他半条命的财产 离他远远的 再也不见 才是最好的选择 签订协议后 一切都按照协议顺利进行 可是当所有财产都转到我的名下后 何超远居然又跑到我公司楼下赌我 他暴怒异常 大声质问我 林平平 你为何言而无信 我莫名其妙 懒得与他周旋 抬脚就走 他却将我拦住 掏出手机 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 装无辜 来来来 你给我解释清楚 看着那张照片 我实在没忍住 笑出了声 照片的背景 是何超远公司楼下 照片正中是一辆白色轿车 上面挂着一条鲜艳的红色条幅 我拿手指把照片放大 横幅上写着 感谢会想公司的何超远先生 感谢他日夜照顾我的未婚妻 看来贴这个横幅的人 是江珊珊的未婚夫 我在心里赞叹 这位未婚夫可真是个人才 不过我不晓得 他远在千里之外 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 见我笑了 何超远更是认定 我就是这桩闹剧的始作俑者 他气急败坏地撕扯住我的衣领 你不是说 拿了钱就删掉视频吗 你这样搞 我的公司还怎么上市 我微微一笑 所以 你以为只要我删掉视频 你做的好事 就不会被天下人知道了吗 你要不要问问你的初恋女友 是不是她走漏了消息啊 其实 我心里并不能断定 是江珊珊将消息暴露出去了 但 为了让何超远发疯 我故意这么说 也许何超远原本就怀疑江珊珊 听我说了之后 她只是恶狠狠看了我一眼 就立刻就掏出手机 貌似是要给江珊珊打电话 可就在此时 突然有一只苍老的手 伸到何超远眼前 啪啪甩了她两个大巴掌 何超远以为是我打的 刚要发作就被来人凝住了耳朵 这个拥有着巨大破坏能力的来者 正是我的前婆婆 何超远的亲妈温书贤 虽然我就在旁边 可温书贤视我为无物 只是在单纯暴击何超远 她边打边骂 斥责她不该和江珊珊重新搞在一起 当我她妈说话是放屁 你怎么能又跟那个烂货搞一起 我是不是说过 你要是跟她在一起 就没我这个妈 你想气死我 你放心 我死也要带走你 不要跟我说是她勾引的你 苍蝇不叮吾凤蛋 你就是贱 上赶着给她全家送钱是不是 你这么贱 当初我就不该生下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温书贤说这么多话 在我的印象里 她是一个很沉默的人 我和何超远从恋爱到现在 总有三年了 只见过她三次 在这有限的三次里 她一直都保持着体面的微笑 什么都说好 对任何事都没什么意见 所以我一直对她印象不错 不过何超远对她 却并不亲近 甚至有些冷淡 她很少给她打视频 也很少提起她 我曾经问过何超远 为什么跟她妈妈不亲 她说小时候妈妈对她太严格 她长大了和她亲不起来了 当时我还曾心疼过她 现在 看着温书贤那争鸣到恐怖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 做流产手术那天 对我突然发难的何超远的脸 她这么自私 暴力 大概率是因为 她的妈妈比她更加可怕 在温书贤对何超远的暴击中 我逐步捋清楚了 横幅事件的来龙去脉 原来 为了提前讨好未来婆婆 江珊珊回到家乡后 就跑到了温书贤家里 去试着跟温书贤和解 毕竟当年 他们俩就是因为温书贤不同意 而不得不分了手 江珊珊以为 只要她已成相待 对温书贤掏心掏肺 温书贤就会不计前嫌 支持他们的爱情 谁知道 温书贤当场给了江珊珊几个巴掌 打得江珊珊嘴角流血 还跑到江家去 把她和何超远干的好事 宣扬得人尽皆知 温书贤的原话 包括但不现于 你家江珊珊千里 送那个啥给我儿子 破坏我儿子家庭 我看是不要脸了 那我就让你们全家都尝尝脸 当年我就看你们江家不上台面 江珊珊更是个脑子有泡的伏地魔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可能同意 她进我们家的门 分手六七年了 还惦记我儿子 说什么是爱情 放你妈的狗臭屁 我看就是看中我儿子有钱好骗 好巧不巧 温书贤跑到江家大闹的时候 江珊珊的准未婚夫 正在江家跟江家爸爸喝酒 尽管江家父母一直阻拦 但这一切的一切 都被江家未婚夫全盘听到 未婚夫当时就掀了桌子 用啤酒瓶子 给江爸爸的头开了瓢 这位未婚夫如此暴力 此次却驱车千里 只是来挂了个横幅 其中恐怕还是有蹊跷 不过这已经不关我事 我转身准备顿走 可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壮汉 死命扯住了温书贤山河超远的手 温书贤抬头看了来人一眼 问出一句颇具戏剧性的台词 正是这句话把我留在了现场 温书贤说 怎么是你 你想干什么 壮汉黑着脸冷笑 我来要我的赔偿金啊 你这个当大老板的儿子 睡了我未婚期 我他妈都没睡过的女人 让他给完了 你是他妈 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 应该赔给我多少钱 原本就很炸裂的现场 被壮汉的话掀起了新一轮高潮 得知壮汉的身份后 何超远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可围观群众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跑向哪里 人强就堵到哪里 壮汉抓住群众的情绪 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一把猛男落泪 何超远逃无可逃 只好问壮汉 你要多少钱 壮汉一听 这个来了精神 报了一个天价 何超远对这个报价非常不满 问壮汉 你他妈怎么不去抢 壮汉深谙发疯文学的精髓 怎么 睡觉的时候说你们是伟大的爱情 赔钱的时候 爱情不伟大了 这个钱 配不上你的爱情是吧 人群中居然还有人起哄说 不够 根本不够 所有人都举着手机 我想 何超远和江珊珊 这次肯定是在网上出名了 这一次 全网都能看到他们的爱情 究竟值多少钱 一片混乱中 我还是顿走了 何超远的事情曝光后 我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情和关怀 但是当大家得知 离婚我分了何超远一半身家之后 这些同情和关怀又都变成了极度 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 向公司申请了休长假 大老板二话没说就批准了 就像得知我离婚之后 他第一时间对我送上的祝福 单身快乐 不离过一次 你都不知道单身有多好 我在马尔代夫住了一个多月 每天海风吹着 还早洗着 很快 我便脱胎换骨了 原来 疗愈情商 其实并不太难 只要你比他过得好就行了 我每天都能听到 夜情远程传来的重磅八卦 自从丑闻被曝光 又跟亲妈彻底闹翻之后 何超远终于决定勇敢做自己 他高调向全世界宣布 他就是爱江珊珊 他们曾经错过了那么久 好在 他的坚持 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的心意 他要娶她 与她共度一生 如果他们的行为 曾经伤害了什么人 那么他真诚地 向他们伤害过的人道歉 并且愿意承担责任 他强调了 说把大部分家产 都给了我这个前妻 并且他也会帮江珊珊 把彩礼退给未婚夫 算作补偿 但是爱情是无罪的 希望大家能够尊重祝福 网友们对此的态度 大多都是尊重祝福所思 当然 也有部分人感动到落泪 认为何超远是真正负责任的好男人 他甚至还圈了一波 不知该怎么形容的粉 结果 他刚高调追爱不久 就遭到了打脸 江珊珊父母千里迢迢跑到何超远公司大闹 他们要的不多 不过是区区一百万彩礼 以及让何超远 在他公司里给江珊珊弟弟 安排一个总监的职位 你那么爱我闺女 不会一百万都不肯付吧 这么大一个公司 交给外人怎么放心 当然要自己人来帮衬你 珊珊就小勇这么一个弟弟 你做姐夫的可不能不管 小勇大专毕业 也是学计算机的 专业又对口 有什么不能安排的 江富江母 不愧是泼皮借的扛把子 一翻虎脚蛮缠下来 成功将何超远 又送上了一回热搜 而江珊珊对此无能为力 全程只会哭 完全不是当初 那个为爱勇敢的女人了 这场闹剧 最终以何超远 给了江珊珊父母五十万 双方签了协议 买断了江珊珊收场 但这一闹 让何超远公司的投资人 觉得他不靠谱 纷纷撤资 公司上市遥遥无期 这就不得不佩服 我的远见着实 早在我拿到股份的第一时间 就低价转手 给了公司里的另一个股东 提早变现 现在 恐怕买我股份的那位兄台 已经哭晕在了厕所 在何超远倒霉的同时 全网都在传我是福运之女 有福之人 不入无福之家 何超远跟他结婚后 事业蒸蒸日上 离婚之后 立刻打回原形 谁有福 显而易见 听说他是基金经理 买他的基金总没错 全网都在喊我回来上班 我当然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很快便结束休假回了国 我春风得意地上班的时候 有一天下班 竟然遇见了江珊珊 她看上去一点都没有被爱情滋润的迹象 反而整个人看上去疲态尽险 比当初千里追爱的时候 要足足老了好几岁 她说要找我聊聊 我说 抱歉 我时间很宝贵 我从她身边走过 她挽起了袖子 露出她胳膊上斑驳轻子的伤痕 看上去触目惊心 我惊讶地望着她 她露出一个苦笑 她打的 江珊珊跟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跟何超远婚后 就搬进了何超远买下的那个爱巢里 我以为是幸福的开始 谁知道 却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我爸妈不停地来骚扰我们 找超远要钱 超远忍无可忍 打了我弟弟 我爸妈报了警 超远就被拘留了 我好心疼她 她出看守所那天 我做了一桌子好菜 还按习俗准备了柳枝 想要帮她去晦气 谁知道她回家看到柳枝 就爆炸了 她说她最大的晦气 是我 那是她第一次打我 从那之后 她像是中了魔 只要稍有不顺心 就会打我 看我遭了报应 你很开心吧 江珊珊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让我十分无语 你大老远跑来跟我讲这些 只是为了让我开心 江珊珊一愣 很快她便张口结舌地解释 不 不 不 我的意思是说 我已经为我的所作所为 付出了代价 希望你能原谅我 这些天 我看着超远十分痛苦 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她早就不爱我了 她其实爱的是你 她经常在你家楼下徘徊 却不敢上去看你 看她这么痛苦 我实在太难过了 是我对不起她 对不起你 我能做的 只有把她还给你 我全程地铁老人看手机 望着江珊珊 你有病吧 江珊珊却好像是认真的 她哭哭啼啼地看着我 她真的很爱你 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真想劈开她的脑袋 看看她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浆糊 此时此刻 我真心觉得眼前这个女人 又可怜又可悲又可恨 我甚至理解了 我的前婆婆温书贤女士 为什么那么讨厌她 她像一条鼻涕虫一样 滑腻腻地让人恶心 诚然 她的思想和行为受限于她的出身 她的原生家庭 从来没有给过她好的教育 反而一直从她身上吸血 她是一个可怜人 但是她已经32岁了 受过高等教育 她明明有很多机会 可以从原生家庭 从糟糕的爱情中脱身出来 但是她没有 她将她的人生全盘交诸别人 父母不爱她 她就寄托于爱情 男人不爱她 她就想要自毁 她心疼一切 将她置身于命运深渊的人 却唯独不心疼自己 她跟我堂而皇之地讲这些屁话的时候 眼神中甚至闪烁着圣母的光芒 她大概觉得 她的牺牲非常伟大吧 如果一个人连自爱都做不到 又有谁能爱她呢 我真诚地劝她 报警 把那个傻逼抓起来 是我对你最后的劝告 我没有替她报警 每个人终究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而她也到底没有报警 我最后一次知道何超远的消息 不是从夜情那里 而是从网上 她上了热搜的法制板块 关键词是 分尸 是的 她把江珊珊杀了 不是简单的投毒或者其他 是分尸 她将江珊珊之解 煮熟后拿去喂狗 被半夜收拾垃圾的工人发现 直接打了110 根据警方公布的案情纪要 何超远共认 她杀人是一时冲动 只是因为她近期睡眠不好 吃了安眠药 头一天和江珊珊说好了 让她第二天早晨七点叫她起来 而她睡过了头 没有及时叫醒她 她还说 那天 原本她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 建一个很重要的合作方 我明明跟她强调了好几次 她也答应一定会叫醒我 结果早上 她还是没叫醒我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她心疼我 希望我好好睡一觉 那一瞬间 我突然感到绝望 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那种感觉 就是跟这个人生活 她妈的她 永远都搞不清重点 永远搞砸一切 永远拖我后腿 我烦透了 忍不住动手打了她 我以前也常打她 但这一回 等我理智恢复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死了 我看见她的尸体 觉得烦死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女人死了 还给我添麻烦 我这一辈子也完了 于是 我就把她切了 网友们看完这个回答 纷纷大呼 不可思议 有人说何超远是恶魔 也有人说 何超远太可惜 把一手好牌越打越烂 另有很多人 不相信何超远的说辞 他们不断质疑 一个人怎么可能因为 妻子没有及时 叫她起床 就杀人分尸 震惊过后 我想 何超远确实是恶魔 但她说的 也是实话 当初 温书贤之所以不同意 他们俩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俩的 高考分数差了二百多分 而何超远 为了跟江珊珊在一起 明明考了他们是前三名 却没有报清北 选择去了厦门的一所高校 那次温书贤 在我面前报答何超远的时候 他也说过 何超远不能跟一个 永远扯他后腿的人在一起 他不允许 我想 当年改了志愿的何超远 是真的爱江珊珊的 后面第一次 跟江珊珊分手的何超远 大概是已经在潜意识里发掘 跟江珊珊在一起 她的人生会被拖着一次次下坠 但骄傲的她不能承认 就把分手的理由 推到温书贤身上 后来她成功创业 虽然心里念她 却也并没有再去找她 而是娶了我 就说明她已经在行动上 与她切割 可是 人终究是复杂的 当她不顾一切 千里迢迢出现在她面前 她还是疯了 疯到忘记 他们曾经为什么分开 又在跟我撕破脸后 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地 去爱一个拖着自己下坠的人类 然后 又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 重新与她结合 但是这一次 她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重 也就越来越快地拖着她 急速下坠 终于 她在事业受阻 名声尽悔中 崩溃了 她不是因为她 没有及时 叫她起床而动刀子 她是因为 在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 越来越发现 江珊珊只会拖后腿而杀人 说到底 她只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因为她糟糕的原生家庭 起初 她将与江珊珊的爱情 当作是对她妈的反抗方式 她或许从来没有爱过她 她爱的只是与她妈做斗争的自己 所以 当她真的与江珊珊结婚 当生活的不如意夹住她身上 让她意识到 她妈妈竟然又一次对了的时候 她恼羞成怒 杀了她 江珊珊 其实是有机会逃跑的 如果她能听我的 尽早报警 但是 如果她是一个会报警的人 当初又怎么会在结婚前夕 千里迢迢开车 来见一个已经抛弃了 她的男人呢 命运的齿轮 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启动 滚向这个寄致的结局 万幸的是 我已经远离这一切 没关系 什么呢 大事 宝宝